词曲 李宗盛 为何你心情表情从来不想 给世界最宽容 给自己这颗秋树 未来最后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生命当中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今年来 很多夜评人或者歌迷对OST产生偏见 认为不发专辑只唱OST的歌手没有音乐人格 然而周深的OST之路却证明了 这条路不仅不笔伐专辑敌人一等 反而让他在音乐领域耕耘出属于自己的果实 音乐人格不仅限于出专辑 音乐人格指的是艺术家通过音乐作品表达的个人风格 理念和情感 周深演唱OST时 并未丧失音乐人格 反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展现音乐人格的一种方式 周深的多首OST如大鱼 借过一下 人事 等 不仅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 还通过与影视作品的契合 增强了音乐的情感功名 演唱OST并非毫无挑战 相反 OST的创作需要艺术家在限定的框架内 将音乐与特定的情节 情感相结合 这对艺术家的创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4年庆余年二刚上线时 片尾曲借过一下冲上热搜 为什么总有人诟病某歌手的翻唱不如原唱 或者某歌手的翻唱超越的原唱 原因就在于每个歌手对于歌曲的理解和再次创作是不一样的 因此 歌手对于歌曲的创作背景 情感理解都是有个人的观点在里面的 选择什么技巧来表达歌曲 选择什么情绪来输出歌曲 这就是一种展示歌手独特的音乐人格和艺术魅力的方式 周深在OST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大魔王》 2020年7月 TME举办了周深线上音乐会 最后有一个环节周深用19分钟将40首OST串起来献给听众 创造了这首谢谢你听过我唱的这些歌 各大合作方纷纷转发致谢 这样的画面让人非常感动 各个电视剧和动漫的官博都来互动 现场气氛热力而温馨 在周深音乐世界里 从来没有所谓的鄙视链 他真心对待每一首喜欢的音乐和每一次舞台 不论这首歌是什么类型 他都全力以赴呈现出歌曲的最好状态 上个月的人物专访中 谈及OST歌手之一 周深表示 当时那么努力才能唱到OST 觉得很幸运 他无法忘记第一次接到OST的开心 这种初心一直激励住他不断前行 周深从小透明时期就开始唱OST 并经常配合剧方和电影方进行录演宣传 他不仅在幕后默默耕耘 还积极参与各种宣传活动 无论是采访 综艺节目 还是电影发布会 周深总是用真诚和专业态度配合宣传 2020年原定春节当上映的动画电影 江子牙宣布由周深演唱片为曲 《情赌心一个梦》 可惜由于疫情 电影被迫从春节当撤档 疫情的那几年电影行业困难重重 所以每一次宣传都难能可贵 来看一下周深为电影做了哪些积极宣传 1月19日 周深与电影江子牙导演在内的各位主创 到杭州参加录演 演唱了片尾曲《情赌心一个梦》 积极为电影做宣传 可惜由于疫情电影被迫撤档 8月16日 电影宣布重新定档国庆档 周深第一时间发布宣传 9月7日 周深上了个沙雕的高位热搜 马上积极宣传电影 并将《情赌心一个梦》MV置顶 电影官博转发 9月19日 周深参加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活动 采访时又主动宣传了江子牙 彩条物官博发博 电影官博转发 9月29日 周深生日 电影官博专门剪辑了江叔送生日祝福的视频 周深的每一次雪中送炭 都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0月1日电影上映当天 电影方铺了一些宣传热搜 歌曲相关热搜只有江子牙片尾曲 各宣传带的都是周深的片尾曲《情赌心一个梦》 但是主题曲演唱者在这时候代注片尾曲关键词发微博 这种抢热度的方式确实让人嗤之以鼻 甚至连作曲都气得看不下去 发博强调《情赌心一个梦》是正宗的江子牙片尾曲 周深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现在的人气 更因为他一贯以来的敬业口碑和强大的音乐能力 周深从出道至今一共发表了240余首原唱歌曲 包括了专辑、单曲、艳影OST、动漫和各类影视剧OST 以及各种主流活动主题曲 《横跨摇滚》、《顾峰》、《燕子》、《美声》、《流行》、民谣等各种风格 周深都能驾驭自如 这还不包含一些其他的舞台和多人的合作曲 周深不仅业务能力出众 更是一个一年360天都在工作的劳模 他十分真心每一个舞台和机会 始终用心演绎每一首歌 不辜负合作坊和观众的期待 周深创作的歌曲《少管我和可他爱住这个世界》 都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独特视角 与此同时 周深还多次担任音乐制作人 这体现的是他优秀的音乐综合水平 据钱雷透露 周深有不少个人创作 但是并没有公开发表 周深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歌曲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小编觉得 创作不仅仅是数量的积累 更是质量的保障和灵魂的注入 音乐的价值在于精雕细琢 勇心创作 而不是大量发布口水歌 钱雷与周深在上海战演唱会上有趣互动 与其做一堆让人容易遗忘的平庸作品 小编更希望每一位创作者秉持住对艺术的敬畏心 尽力让自己创作的歌曲都能准确地传达重要的意义与能量 周深并非没有原创能力 而是他更加清楚自己的优势和方向在哪里 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 让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充满了真诚与感动 周深在制作第二张专辑《反深代词》时 清尽心力 不惜推翻已经几乎完成的作品 重新花钱花时间制作 这不仅体现了他的音乐的高标准和颜要求 也展示了他在音乐创作中的坚持和创新精神 而这张专辑也恰恰是一张非常周深的专辑 展示了他的不同面以及他的音乐理念 《反深代词》的销量和收听量都显示了这张专辑的精良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 周深的OST之路 正如他自己所说 是他音乐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他用实力和敬业精神证明 《唱OST》不仅不禀伐专辑低人意的 反而是一个展示音乐才华的重要舞台 音乐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领域 《唱OST》和出专辑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 许多成功的艺术家在这两方面都有出色表现 通过不同形式的音乐创作 丰富了他们的音乐生涯 周深不忘初心 始终用心演绎每一首歌曲 用音乐感动观众 让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经典 期待他以后更多的音乐作品和精彩舞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